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内容放在教导专页里面 我们首先看以诗帖记第九章 这个讲道祝福他们每年首亚达月十四日十五两日 照着普尔的名字 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 他们因这个信上面的话 又因为所体见所预见的事 就答应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 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 永远不废 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 令到这个普尔日在犹大人当中不可废掉 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 劝他们按时守这个普尔日 禁食呼求 是照犹大人抹底改和皇后以斯帖所祝福的 亦都照犹大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成的 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 这事也记录在书上 首先介绍亚大月 就是今年的亚大月 是5783年或者2023年 开始的时候就是2月的22日就是亚大月的第一日 而去到3月的22日就是亚大月的完结 今年只有29日 亚大月就是圣经历里面的12月 猶太国历里面的6月 现在就是这个规决年 常规年都是29日的 正常的年份 如果是晋年的时候 今年就不是晋年来的 就会有一个叫做第13月 猶太人称之为末亚大月 就是华人农历的云月 巴比伦的古历和猶太历都是相同的 遇到云月的话 就会加一个亚大月 每逢云年的时候 普尔日就会在第二个亚大月庆祝的 所以这个云年的时候 规决年和常规年都是30日 亚大月就相当于功力的二三月之间 这里就写着有普尔折 亚大月的名字和希伯来历当中的所有其他名字都是一样 就是在秘鲁巴比伦的时期所采用的 就在巴比伦历法当中 这个名字就叫做亚大月 而亚大月开始于冬末延续到春初 这个时候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地方 各豆树开花 在暖和的低地 金骨和柠檬都可以修成 这个时候经常打雷 也落冰雹 十四十五日就是普尔折 我们看2022年 耶路撒冷 二三四月 这个时候就比较暖一些 最低就是零度 最顶到30度 而以色列平均高温 低温 耶路撒冷偏低 阿拉特就偏高 都是5度以上 30度以下 看看它的降雨量 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降雨量 就相对较为接近 大概2、3、4月 大约是20多毫米至40毫米 2月的时候最多雨 4月开始就是越来越少雨 3月就是中间左右 3月就是慢慢接近后雨 直到越来越接近 如月折 五旬折 等等的节期 接着我们看汇幕的排列 在文数记里面有记载 亚达越 所对应的支派 就是拿弗他里的支派 所对应的营 就是旦的营 就是坐落在摩西回目的北面 就是旦 雅切 拿弗他里 文数记第二章里面说到 北面就是旦区 那里就是旦旗刺底下的人 要按照着所属的队伍 以本族领袖作为中心扎营 旦支派领袖 亚米沙代的仔 亚希尔謝 人数就是62700人 亚厕支派的领袖就是 俄兰的仔 柏杰 人数41500人 因为前面有两个 前面两个和后面两个之间 有利美仁抬着 会莫前进 我们下一张图 前面有犹大总队在前面 便组队街后面 利美仁在中间抬着 会莫前进 以法连总队 最后是弹总队 而拿弗泰里 我们看到这里 领袖阿希拉 意思就是我兄弟 就是恶毒的 而他爸爸以南 意思就是眼睛 是这样的 好了 我们说的是北边的大眼区 这个区的总人数 就是157600人 那我们今次 说的是拿弗泰里 所以我们看到上面 就是北面的 拿弗泰里 拿弗泰里 他的出生罪 就是第六位 他就是 拉结屎女匹拉所生的儿子 就是第二儿子 而家普的罪 就是创世纪第46章 排第十二的 拿弗泰里 他的旧人数 就是53400人 去到新人数 在摩押平原 就是45400人 所以 其实他少了15% 增减了8000人 而去到启示读 第七章 里面说到 144000人的时候 拿弗泰里支牌 当中 就有12000人 好了 我们说回拿弗泰里 他其实就是雅各 的老婆里面 这个匹拉 其实就是拉结 第二任老婆的匹女 拿弗泰里 就是匹拉的第二个儿子 就是这张图 在雅各的祝福罪里面 就是创世纪第49章 里面 他的祝福罪排在第十位 拿弗泰里的意思就是 国力 我的书交 在创世纪第49章 21节里面说到 《拿弗泰里是被释放的武鲁》 他出家美的言语 虽然在哈巴谷书里面说到 这个武鲁 就说到 主耶华是我的力量 他令到我的脚化于武鲁的题 又使我本行在高处 而罗马书第八章 37-39节里面说的 然而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生是死 是天事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 是低处 是别的 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 好了 这里讲到主的灵在那里 那里就是有自由的了 而六甲福音里面说到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猜显我报告秘老的得释放 黑眼的得看见 叫那个受欺压的 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 越纳人的欺怜 众人都称赞他 并欺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所以这里讲到 这个得盛行超越的生命 就是一个话语的即使 而另外 在生命记33章23节里讲到 拿弗塔利亚 你竹尖恩惠 满得耶和华的福 可以得西方 即是海 也都指的是 加利利海 以及南方为业 而在耶稣当时就听到 约翰下了监 就退到加利利去 之后就离开了拿塞 就去了加伯隆 就住在那里 那里就靠海 在西布伦和拿弗塔利的边界之上 这个要应验先知 以塞亚的话就说 西布伦地 拿弗塔利地 就是沿海的路 而约旦河外边 爱邦人的加利利地 那里就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到大光 坐在死任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这里讲的是 新约使徒 古多都是来自加利利的 亦都是拿弗塔利 和西布伦之地 然后 我们就讲 摩西祝福的罪 就是生命记忆33章 刚才读过的 所以我们知道 拿弗塔利 他意思就是 德性的生命 和出这个好的说话 而拿弗塔利的名字 原意就叫做 商增 我们看回《创世记》第30章 里面讲到 拉杰的士女匹拉 又怀孕 被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拉杰就说 我和我姐姐大大商增 并且得胜 于是就被他起名 叫做拿弗塔利 而在《创世记》第49章 第21节里面 这就是雅各 临终前的预言 就是说到 拿弗塔利是被释放的武陆 他出加美的言语 所以说到 《创世记》第33章 第23节 其实就是摩西祝福 就论到拿弗塔利说 拿弗塔利 你竹瞻因为 满得耶和和的福 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 拿弗塔利之派的象征 就是灵羊 意思就是 因为刚才所读到 就是拿弗塔利 就是一个多产的武陆 是生出可爱的小鹿 而在《史诗记》里面 提案到 底波拉曾经派人 就从拿弗塔利的基底司 就把巴拉召了过来 吩咐率领一万个 拿弗塔利和西布林的人 到他扑山去 可见 拿弗塔利之派 所出产的勇士 确实数量是不少的 好 讲回这个月 有什么事发生了 这个月份 就是连结着拿弗塔利的支派 他就是一个被释放的武陆 而拿弗塔利的祝福 就包括做可以迅速 并且能够快快收割 所以这个支派分得的地叶 里面的农作之物 就很快就成熟 在底波拉领导底下 与西沙拉的争战当中 勇敢的拿弗塔利的战士 也是敏捷快速 在以色列的德性当中 就是扮演着领导的角色 而拿弗塔利也充满赞尼 因为支派当中的收成 农作物的封盛 他们也比其他支派更快和敏捷 并且他们的传话 也保住了雅各基业 在加利利的群山之上 这个军队带来耶稣的好消息 就是伊彩亚书第52章第7节 而这个月份最適合大声呼喊的经文 就是主要令到我的脚发与武录的题 而我们也应该宣告 我们跳跃在我们生命环境当中的众山之上 我们也应该宣告我们的财富能够加增并且强盛 这个喜乐是要加增的月份 好见到我们被推进这个释放的季节里面 接下来我们要讲在犹太历史当中的亚达月 在公元前的131年 当时亚达月的一日就有黑暗的瘟疫 当时埃及人遭受到第9场瘟疫 就出现在出埃及记忆第10章第23节 这个就开始于亚达月1日 亦都是出埃及记忆前的6星期 然后另一件事就是公元前的515年 就是亚达月3日 当时就是第二圣殿的元公 然后再讲到公元前的1393年 当时的亚达月7日就是摩西的诞生 摩西之死也可能就是亚达月7日 就是公元前的1273年 另外就是公元前的747年就是亚达月13日 当时就是犹太人和他们在波斯的敌人之间的战争 就记录了在以诗帖记的第9章里面 然后去到第14日和第15日就是波斯帝国 慶祝普尔节的胜利 另外15日就是在书山城里慶祝普尔节的胜利 然后去到亚达月23日 就是大约公元前1312年 就有汇幕的首次聚集 另外公元前的561年就是亚达月25日 就是尼布格尼撒之死 而在同一年的葛多格多两日 西帝家王就死了在巴比伦里面的囚禁 而尼布格尼撒的儿子和继任者就是米罗杜克 就在亚达月27日释放他 和他的侧子就是耶哥尼亚 耶哥尼亚 耶哥尼亚就是若瓦根 而西帝家就在同一日去世 所以在亚达月的一些节期和假期 就是亚达月7日 有些人就会在这一日齋戒 去纪念摩西之死 另外13、14、15 主要就是环绕着普尔节 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圣殿的进宫完成 这是公元前515年 亚达月3日 这个记载在以色拉记的6章15节 里面讲到 大利乌皇帝6年 亚达月初3日 这殿收成了 在帝圣殿的时期 犹太人的习族就是在农历 在他们的犹太历里面 亚达月的第一日就发布公告 提醒人就要准备一年一度 欠给圣殿国库的货币 称之为半舍客力 讲回这个月 所以这个月是一个转优为喜的月份 亚达这个字由力量的意思 这个月对犹太人来说 亦是一个幸运月 因为普尔日 普尔节就是这个月份当中 这个日子是他们脱离仇敌得平安 转优为喜 转悲为乐的吉日 这个节日 亦都带给他们进入整年最欢喜的高潮 而犹太人每一年 从逾月节 欢庆救赎做开始 以普尔节救赎的喜乐作结束 这个亦都是庆祝推翻 令到我们不能够向前推进的 旧循环的奏作月份 而我们就需要从虎读当中 得着完全释放 要断开向着你说的 绑住你 祝福张显的话语的奏作 所以求着在这个季节当中 显明你的身份 不要失去任何向前跳跃的动力 所以说回 今年的普尔日 就是2023年 或者5783年 就是3月6日 至3月7日 就是星期一 至星期二 普尔日的意思 就是秋千 也是为了纪念和庆祝 古代流落在波斯帝国的犹太人 从灭种的毁灭当中幸存的节日 我们今次只是简单讲一下普尔日 根据塔拉克 《石旧的圣经》 以斯帖记里面记载 古代波斯帝国 阿哈徐女王 就是沙特斯的大臣哈曼 打算杀死国内所有的犹太人 他就通过秋千 定在雅达月13日行动 而犹太人 末底改和他的养女王后 以斯帖阻止了他的计划 以斯帖就是巴比伦的城 女神的名字 他说服国王要处死哈曼和他的家人 人们为了歌颂以斯帖王后的英勇 就庆祝这个胜利 就创立了普尔节 普尔节是庆祝于 犹太力亚大约的14至15日 在古代约书亚时期 有一个城墙保护下 被隔离起来的一个城市 以斯帖叫城市 比如书丹城、耶路撒冷 犹太人就会在15日 就会庆祝这个节日 而其他犹太人 就会在14日就庆祝普尔节 跟所有的犹太节日都是一样的 而普尔节是前一个世俗日 又不是教派日 一个黄昏就开始庆祝 而普尔节的仪式 主要就是四个主要的部分 所组成的 首先就是普尔节的前夜 以及普尔节当日的早晨 就是前往犹太教的会堂 听取以斯帖记的公开朗读 另外还有几样要做 包括向朋友赠送食物 来做礼品 另外就是施舍穷人 以及享用节日的大餐 好了 今次简单就讲了 5783年亚达月的介绍 今次就先到这里 这个内容就放在教导专页里面 今次就先到这里 我们是圣经吉甲 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Discord讨论区 我们邀请你分享赞好订阅留言 在我们的Facebook专页和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圣经吉甲 我们是理念祭以教导牧养宣教 来到荣耀神光明的国度 好了 我们今次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